大家好 这里是Chinix为大家带来了沫尔的游戏视频 我们上一期可以说是给我感觉好像是bug频频 首先说是在整个月底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是好像我们的counter report是在下面 两个satellite是在upcoming event上面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从上往下进行的 结果我们的结果是有一颗satellite是没有完成 导致counter是提前提前出了 当时我是比较懒 我是想等两颗satellite都好了以后再去transfer它们 结果由于是这个显示总之是有问题 跟实际显示的跟实际发生的是不一样 就是导致我是少了一颗等于少了一个国家 应该是美国的一个月底的一个奖励 等于是少了当时少了八十块钱 我有点生气啊 另外我们的冰营中 冰营中这个medic当时也是扔烟雾手雷 好像是由于他扔的时候动画导致 士兵好像是处于一个跟烟雾手雷不同水平高度上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导致烟雾手雷是没有奏向 结果是受伤14天 这个我也是 我感觉这两个都是一些bug 真的是我有点不太 有点不爽 不过 还好不是特别严重 没有说发生 起码这些小bug呢 并没有导致士兵死亡 或者说是直接导致一个console脱离 就是一个国家脱离console还没有那么严重啊 所以说这两个bug呢我目前就忍了 这样这边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接到了一个绑架上网 写的是一共有8小时 我们的这边的carment写的是有一天 我们 这边好像是15个小时 这样应该是来不及了 我本身是想看能不能等这些武器 哇这个好像真是有bug啊 可以看这边14小时 我觉得应该 这应该是排在上面吧 为什么跑到下面来了 我是有点有点不太明白啊 不过先这个样子吧 可能可能这个 这就是游戏中的原来存在的一个问题 我只不过是没有发现 不太清楚啊 不过先这样子了 我们呢 现在的研究 alien material 这边的建造也应该是没有什么 应该是没有什么多余的要造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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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一个我需要造一个laser pistol 整理下部队 这样我们一会见 大黄昏昏了 我们这回的小队呢 可以看是 感觉我感觉算是一个机动性 可能稍微比较强的小队吧 这个指的是什么机动性呢 就是没有带sniper 刚那儿呢 也是使用的是扫而不是LMG 基本上都是一些可以移动号码上设计的人 而且我是带了两名infantry 主要原因是 其实主要原因是想让这名infantry马上升级啊 你们可以看他的经验值差的也是比较多 我想让他是升级升当升级到cobre等级后呢 是想去让他进行 让他提升成officer 可以等于是从而是带领其他部队 这样是带上他升级 爆炸物这回呢是由于是我们的scope已经造好了 由于是我想利用屋顶啊 屋顶的话sniper直接运动后 由于是没法射击 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三个scope 我觉得再带一个infantry 可能是对这个scope用的利用率比较好一些 还有一个呢是给我们rack tier 同时是降低我们的火源炮的一个scatter engineer还是带了两种类型手雷 因为目前为止呢 我们是已经遇见了chrysalid这种就算是血量比较高的单位吧 可能会留下一颗手雷 去对付chrysalid 剩下的普通的高爆手雷就直接是炸炸银体了 这样应该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唯一的一点变化是我们的 这边的一个医疗包放到了我们的scope身上 因为刚那时呢我是想让他多带一个Buddle scanner 这样正好由于是我们scope 由于是已经有了技能嘛 这样我们这场战斗应该是一共四个Buddle scanner会用 我觉得对于这种urban block就是有房顶的地图来说呢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但是前提是这张地图给有房顶 因为有些urban block还是没有房顶的 这张地图是有房顶可以用的 应该是有两个方正可以用 当然其中一个不能算是房顶嘛 算是加油站的一个楼顶 但是这张地图我是非常喜欢的一张 不过呢前提是我们的出生地点 必须是 必须给出生队 这样我们先看一下吧 好像又出生在了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任务嘛 之前好像有做过一个类似的任务嘛 好像是出生的 这个出生地点又是有点不太 不太好啊 先看一下好像 这个assault可以跑的比较远一些 找你先跑一下 然后扔一个scanner吧 seeker 好像是三个seeker 那边一个melt 这样由于是这组seeker的位置 所以说我猜测这个地方 应该是不会再有新的敌人了 另外呢由于是视野问题 我觉得我们要是跑跑到这些地方 应该都不会 我们看一下啊 跑这地方应该都不会激活他们的 这样我们第一局呢 可以是冒险的稍微往前冲一冲了 OK 明天 moving out orders confirmed on the move rolling out let's do this 最後還剩下一個一平安racketeer racketeer呢我覺得還是讓你先拿一個掩體吧 這組seeker貌似不會動 不會動的seeker呢 其實還算是比較 我比較喜歡的一種seeker 這樣呢 看一下我可能是再花就是再多花一局的時間吧 我想多花一局時間呢去進行一下戰略部署 好像是扔不過去啊 扔不過去的話呢 我們換一個 這個位置應該能扔過去吧 剛才扔不過去 原因應該是太 就是太靠近牆了 然後我們的要是扔的話可能只是只能往上上啊 並不能扔出一個弧度來 並不能扔出一個弧度來 剛那兒 剛那兒呢這一局呢 我覺得你站的這個位置不錯啊 敵人就算過來的話 覺得很有可能直接 再往前走一下吧 這個地點是不會遇見敵人的 可以看這是一個 這邊是擋住的 我們站在 站到這條線的以外 會把它激活 站到這些像儀礼 儀礼呢 是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由於是seeker 我必須是保持一個battle scanner 一個激活狀況 因為不激活的 就是不照著他們的話呢 他們在激活的時候會直接進去隱身 我們會導致消 等於是目標會消失 這樣下一局有直接是手榴彈開怪 尤其是我們部隊呢 離著 他會移動嗎 好像不會移動啊 由我們部隊移的是比較 離得比較近啊 離得比較近的話呢 會直接 應該會比較能好打到 這樣 哇哇哇 不要亂晃 嗯 好像傷害減免很很嚴重啊 看一下 把視角成狀態了 好像有一個3D寫seeker 是飛行狀態 其他的人好 都是一個著陸狀態啊 飛行狀態的seeker 就是我們離近了用散弹槍 應該是命中的比較高的 這樣直接散弹槍打 哎你呢應該是這個之前 之前說想練級的士兵 直接跑進 對還剩一滴血的敵人 進行擊殺 怎麼看是誰還要練級呢 scout scout目前等級算是比較高啊 但是 還是 我覺得還是 我還是想讓 還是讓 音符追來打吧 這樣沒有什麼事了 剛才是選擇讓音符追打的原因呢 是我想讓scout繼續先往前移動一下 但有點有點小問題啊 因為這邊移動過去後會往外面探出點視野來 說實話這邊我們我們是究竟該怎麼前進 我也是有點不太能搞懂啊 可能這麼走嗎 這些掩體都不是特別好啊 像這邊之前我記得好像在有一顆戰鬥就是直接在這邊被激活的敵人也是我們是一直是跑不過去被敵人是不停的去overwatch 這樣這回我們換這邊走呢 好像也沒有什麼好掩體啊 唯一的掩體是這個花壇 這個花壇都是一個半掩體 這一步好像也是跑不到的樣子 這局我先去進行轉移吧 既然之前呢 我們好像就類似於 這裡好像這麼走好像是吃虧了吧 沒有記錯 之前好像是這麼走的吧 之前一個任務中 之前那麼走吃虧了 這回我們是往左邊走 試試 聽到的是一些Sectway的聲音 這樣呢 我們左邊跟右邊都站都站點人吧 還是主要攻擊呢 估計從右邊攻擊 左邊呢 站一些回歐握手的 這個走的有點不太對啊 可以看這邊是獲得一些新的視野 還好是沒有沒有激活的人 這樣還是逃不過去啊 有視野啊 有敵人嗎 不太清楚啊 畢竟這個掩體這些地方的掩體還是不太好 先這邊的ragpeer直接是彈出頭去去進行一下 就是準備steady weapon 防止下回合激活敵人 好像這邊倒是有敵人啊 不是 由於這邊這個人是沒有看到敵人 我就冒險往前衝了 還有是沒有遇見 沒有遇見的話呢 我們部隊基本上我覺得就是保持 這好像抖的不會很暖啊 這樣直接dash到了 大家全部dash過去吧 這邊人呢 我們看一下 好像 這是我們的新 嗯 首先大家都跑 跑過來了 因為我們離officer太遠的話 Leadback三部技能應該是沒人發動的 這樣這回我們這麼走 好像是激活了 三個sector 命中不錯啊 但是沒有打死 這樣他已經是把自己flung掉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使兵不錯啊 可以看到這個被flung掉點 但是79% 你只能打一打的 因為敵人只剩毅力劍了 不錯 這樣還剩兩個激活的敵人 我可以選擇跑到衝上前 然後對敵人進行一個閃光手雷 或者呢 我們 我們的Gunner呢 Gunner好像也可以跑過去啊 我在考慮可以對敵人手機的人啊 應該是這邊這邊的這個infantry跟這個Gunner 其他人由於是 好像還有我們的Scout 但命中率呢 我是不能保證 能把這個人打死 打不死的話 就需要Gunner進行一個火力壓制 控制住 控制住一個點 雖然是打死一個點 然後用Gunner控制住一個點 這能打 能攻擊的人 應該是只剩這三名了 其他人呢 Flash大概能中這麼遠 我跑到這裏來 這個Flash能扔到嗎 貌似能扔到啊 但有可能激活新的敵人 激活新的敵人怎麼辦 我們就只能應該是Gunner 直接這張Smoke 我覺得是這麼做可能會不錯啊 這沒有激活性的敵人查看一下 哇好像只能 只能只能打到這一個敵人的一個隊長啊 這樣我們會把等於是把我們的所有的 我希望能這樣能打到 因為這邊是有油泵 這只能打到嗎 這個油泵不算 不算掩體 會把敵人給視野擋住嗎 好像不會啊 不會的話我們先打這個半掩體下敵人吧 先用耗羅卡位不能打的 我們這個人 這個人由於是有Executioner技能啊 所以說我們用 用Gunner先打吧 50%或者說是Flash 80%應該打不死 或者說是直接嘗試射擊 然後用 也可以這麼做 但是 我覺得就這個樣子吧 我們直接強勢 嘗試這個射擊啊 直接打死吧 這樣算不錯 剛剛的想法是假如這機密死了 我們Gunner Suppress 這個遠處的敵人 前面的 assault去Flash這個人 這樣現在呢 等於算是一個結果不錯 我們直接是 Suppression這個人 這樣他被 Suppress 以後呢 我們前面的 assault的這個閃光手雷 就是可以省下了 你呢 就直接上大了 現在敵人被 等於是中了 Suppression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好想想先走一走吧 老實我想把這個掩體 留給我們Bragoteer 這個應該是一個Sectory一個小隊長啊 可以看他是學了 Low Profile技能啊 這應該是一個Sectory一個小隊長啊 這個Mild我覺得馬上要消失了 我是不太想去 應該是拿不到了 我就我就不拿了 還是先用Holo 是接著讓新兵連擊吧 不錯 達到了 這樣 我剛才也是想看一下 假如說我們的Sault在 衝不再靠前點啊 可以RUN的槓直接把這個Mild拿到 但現在呢 他是拿不到了 拿不到的話 我們看好像大概要 好像要差兩個的樣子 這拿到嗎 請讓我們走一格吧 這樣下去假如他還不消失的話 我就直接亂槓過去了 要是消失的話就消失了 因為現在不想去 不想直接馬上Dash過去 這樣現在馬上Dash過去下去消失了 我相信是白 可能是白費了 這樣剩下的人 估計這群能進行一個上大 果然是消失了 這樣估計就沒有什麼 下面好像是在著火 好像加油站著了 油泵好像是著了 這樣尤其是我們跑到樓上 其實有點危險 因為有時候這邊的房頂上是有敵人的 好像第二個Mail在這個天竹內部 其實剛才這個移動有點危險啊 可是移動後才發現呢 還好是沒有遇見敵 沒有遇見敵人的話 我們這回就是可以 可以放行到前跑了 這邊的音樂卻沒有子彈了 還是先上下大路 剩下人放行到上跑 我聽到依然是Sector的聲音 然後是在右邊 好像腳步聲比較靠近了 像是腳步聲比較靠近 但是沒有沒有激活 看一下大家的 好像大家都可以跑到這個房顏子上了 整個都可以跑的話 我就直接是爬上去了 假如說激活了呢 就激活了 好像激活了 激活就激活了 因為是沒有它的關係 我們大家都是可以進入射擊位置 敵人拿的都是全體 像敵人都是全體 我們的 Flash能扔到嗎 只能扔到一個人啊 一個人的話 我覺得 換成戰術了 我們直接是跑到敵人不會發現我們的位置 我們直接是跑到敵人不會發現我們的位置 由於是這邊是掩體啊 我看敵人 敵人目前的位置應該 他會要是往這邊跑的話 還是我們能獲得視野應該是只有這邊啊 所以這個位置雖然是沒有沒有掩體 但是敵人下回合呢 他的移動 我猜應該是完全 看我們這個手雷扔到哪裡 還扔到這裡吧 敵人應該是看不見我們這個Scout 剩下的 防止敵人有可能爬著這個管子上來 但是爬上來的話 我猜他也是沒有掩體 他這樣被我們flam掉 這樣敵人可能就是原地的隨便進行一些merge 然後主要是看他們幹什麼 他一定用兩下 你呢 哎不算他們應該算是 他一定用兩下 算是中招了吧 可以說是 哎為什麼說是中招了呢 我們的assault應該是可以跑過來 把這個人幹掉 但這些人都沒有 都沒有掩體啊 就是都沒有 都沒有overwatch 我猜應該是 這是一個輕型的綁架 我們激活了 已經是三走敵人 應該是沒有了 我直接衝了啊 死能槍最低傷害4點 這個人可能是能被打死的 然後有一個人可以看他的血量已經是遍地 我們的新兵衣服水 看看能不能 只能 這應該是加了 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沒有距離加成啊 但是69已經是比較高了 直接嘗試一個擊殺 還剩最後一個人 最後一個人 我們就慢慢地蹂躪他就可以了 好 她 是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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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flash它 但是有可能就是直接导致把它flash到这个眼底下 但是应该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直接flash 好像效果不错 直接把它flash到空地上了 这应该是死定了 我们击杀给谁呢 远距离散能枪 尝试一下射击吧 我打到了 这样这个任务还算可以 我之前做相同地图的时候 等于是我好像是在选择了从左边去进行一个进行突入吧 发现好像不太好啊 这回发现从右边 从刚才角度这个右边走的可能说一次更好更好用一些 我们的infantry发现升级真的是非常快啊 这边是到了Luternal 2级 我们看一下 infantry可以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职业啊 infantry它现在这个等级呢会学会suppression 然后再往下会学会一个Luternal 2级新加入技能 叫Lokan Road 就是你是可以在这回合呢就直接是上弹 然后再去进行射击 相当于是一个非常 总之这两个技能组合到一块 infantry是可以无限的去suppress一个敌人 就是因为它每回合可以行动两次嘛 它的一个行动可以是用来上弹 另外一个行动是用来去进行火力压制 非常的非常有用 但是学了这两个技能和我会等于相同技能数下的其他技能 也是类似于输出技能吧 就是没法学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infantry尤于是我学的execution加aggression一个进攻路线啊 我觉得这边我们直接学Ranger了 Ranger也算是一个Longward中新加入了一个比较 感觉就是很简单爆了一个技能 就是你的主武器增加一点伤害 infantry尤于是可以开两次火 所以说理论上它是增加了两点伤害输出 可以回合还算是不错的 scout也是升到了surgent等级 这个等级我就不解释了 scout你就是要跑得远然后去探路 其他的技能呢 虽然说也还行 但是Sprinter是最适合scout 其他人我们的 还有一名infantry尤 不太清楚 他现在是4天 10个melt 不会吧 好 现在外星人的科技应该是非常好 刚才这个任务好像只获得了一个melt 有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美国上空是没法拦截UFO 他们的UFO应也是不停的进行 侦查跟一些研究什么的 所以说我们的算是 外星人等于是上个月算是比较不错 这应该是对我们的一个很严重一个损失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 在初期遇见一个中型的中型UFO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打下来 这个也没有办法 这样接着扫描吧 还有没有其他事要做呢 我还是想要infantry啊 其他人 Sniper离得太远了 Assault离得太近了 都是容易受伤 Sniper技能发挥不了 Scout尤其是要经常跑 Powerwatch也是比较容易受伤 Gunner可能还可以吧 就是让他去当我们的Officer 但有时候到了后期 所以由于是我容易 我喜欢把Gunner他的 就喜欢让Gunner当一个 就是拿LMG 可能也会离着大部队比较远吧 Engineer我觉得 有些任务中 可能甚至是不会带Engineer 我肯定会带的一定是infantry Scout跟了Salt这三个职业 这三个职业当中 我还是觉得infantry是最不容易受伤的 虽然说之前我们应该是受伤很严重吧 但是先这个样子吧 可能现在我们的Officer是升级的有点晚 已经是买了只剩了一个人 因为是没有其他好的人选 现在还是先这个样子 看一下多了点钱 我们可以花在什么地方吗 我们的激光手枪造了一个 这个一个之后是要用到 其他的手枪 我觉得现在先暂时补造了吧 Scope可以补一个我觉得 还是说补一把武器 我觉得补一把武器吧 这样我们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激光枪 一把是给infantry 然后剩一把呢是可以选择 可能目前是给medic或者是engineer吧 carbon是会给assault 可能再造一把就够了 我不会造太多 因为剩下的武器呢是 剩下的武器是 其他职业是用不了普通的来福枪的 或者能用的话也是浪费 因为有更好的选择可以去使用 但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吧 我们先存存上90块钱 因为可能还要做一些别的事情啊 哎我们这边的俄罗斯 好像是恐慌一直在升啊 可能是因为不停的遭到轰炸吧 我可能还会 我可能选择再补一下拦戒机啊 到这个月底的时候 还好我们的主要的部队中一些主力成员的武器 算是等于是造出来造出来一部分 这边是造好了 我们看一下 genetic lab好像也是200块钱 嗯 200块钱genetic lab repair bay是50块钱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尽到时间18天 我们 18天的电脑时间 我们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team commander I've already put the new recruits to work in the lab 等于是18天三天之后 我估计现在先前我们先就这个样子吧 我可能会不会选择去玩命去rush这个genetic lab 就先这样吧 直接扫描了 给materials造好了 哦 这个是之前的eloid plating 是一个升级的类似于我管他一直叫防弹衣啊 总之就是一个物品装备上以后可以增加2点还是3点的HP heat ammo应该是我们机械单元用的 phoenix cannon也是 为什么现在初级就可以造phoenix cannon了 为什么现在初级就可以造phoenix cannon了 这样接下来的升研究 这边可以看是ufo的分析scout 这也是让我中心加入的一个一个research 就是一个研究 基本上我们在游戏中遇见的所有类型的ufo呢 我们一旦是给他成功的机会 并且就是完成了一个相应的任务吧 这个ufo的任务 我们会多出一个相应的研究来 这个研究好之后呢 会让我们以后所有对这个ufo就是interceptor 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会增加 现在我记不清楚多少了 好像20%左右 总之是一个lonward中尤其是空战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受压制啊 所以说这种目前情况下 我会先研究这个等于是有利于我们空战的一些科技什么的 像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也是有点意外啊 phoenix cannon是可以造了 像他的好像就是一个攻击速度比较快的 攻击比速度比较快的一个穿夹比较低的导弹 这个命中距离应该是跟我们骑士导弹一样啊 射程也是长 跟骑士导弹应该是一样 但是开火速度是比较快 DPS可能是比我们初出时导弹要高 但是他的游戏造价比较贵啊 我估计就先不造了吧 另外呢 我是可能是我记错了吗 在beta14中的phoenix cannon 我们需要gauss weapon的武器科技才能造出来 有时候在我不太清楚我记错了还是什么 就是原我记得原来的phoenix cannon 在以前的beta版本中它是一个穿夹很高 但是攻击力比较低的一个武器 他的就好像按照科技数排名的话 他可能会排在激光武器 就是laser cannon之后 就是需要一个gauss武器的科技 gauss武器科技是需要这个gauss也是在就是 让我说新加入一个新的科技 他是会排在激光武器之后 就是我们现在研究这些laser武器 之后会研究出gauss武器来 但现在好像是进行改动了还是说我理解错误了 我记得原来他的穿甲好像是高吗 记不清了 但是目前来讲对我觉得没有太 这对我们拦截机的一个提升并不是很明显 我就先不造了 再加上呢我们这个月的就是我们的卫星 我是想在我们把这边这个就是航空 就是飞行器跟飞行器武器的造架 这个打折 等于这个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再去造一些拦截机的武器 什么的 现在造起来感觉是没有折扣了 这样接着扫描 难道5月份就要发生了吗 这么早 加拿大上空 加拿大上空 可以看这写的是 NU应该是Nap of the Earth 就是低空就是贴地飞行吧 总之是一个高度很低的一个大型 UFO 我们之前是没有遇见过 肯定啊 就算现在我们把 假如我们现在有6架兰箭机全部送出去的话 肯定也是打不下来的 这绝对是打不下来的 但是呢我要送一下连接机 送一下等级很低的 然后采用Defense 我只要看一眼 这是一个什么 UFO 好吧 这好像是一个 我只要确认一下 确认这个UFO 它是恐怖袭击的 还是要去进行一个着陆 这个我看好像是 我看着像着陆 恐怖袭击好像是类似一个外星战舰 是一个图标 这应该会着陆吧 这是一个adaption吗 这好像是一个adaption 这我记不住了 总之在游戏的初期呢 会5月份可能是有点过早了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运动的第一个好像是在6月份 会有一个大型 UFO进行着陆 那个UFO上我记得之前 我好像消灭了40多个敌人 真的是非常多的 一个大型 UFO 敌人非常非常多了 非常非常难 还好是目前没有运动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绑架 我毕竟也是之前是 运动的比较 这种任务的比较少 所以说这个UFO的类型 我还是看不出来 还好是绑架 绑架的话就不用太担心了 这样这个绑架呢 估计我们下期再去看吧 这期呢也算是 感觉挺不错 也算是游戏的推进 比较明显 造出了很多新的武器跟装备什么的 下期这个任务呢 估计会可能会比较 不能说特别容易啊 应该算是比之前要容易了 因为我们的武器算是 部队中获得了一些更高级的武器装备什么的 这样这个任务具体会是什么样 我们下期再看 这期就到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